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她非常的感性 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既飞飞老师 最爱酷的一位主力人 这边有个话题要聊一下 因为最近微博上发起一个活动 就是在聊 大家看节目的人 对我们四个人的初印象和现印象 从我开始说起 这个网友对我的初印象是 前辈 学霸嘛 导演 现印象是可爱 有梗 胖瘦自如 这个我喜欢 毕业答辩想要拥有苏友鹏的嘴 哇 好所以想请问一下 三位主力人 就是对我的 一开始的印象跟现在有什么差别 我第一次在 见面的时候都 我有点 是 大选辈所以有一点 心疆 但是见面的时候 所以就是没关系 我帮你然后就 哇 很善良的老师 所以我的 我觉得我要飘起来 非常敬 我觉得不错 平常这个 相处还不错 夸夸团夸得还不错 那接下来这个关于肖肖老师呢 这个 什么 微博网友对你的初印象是 人间芭比 体操 柔韧度好 现印象是 国风舞台超美 表情包拿捏 佛系 会跳舞的洋娃娃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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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说 是我说 哈哈哈 哈哈哈 OK 你们对肖肖老师的 好 呀 啊 我很尊敬的部分是 他 自己的这个 舞蹈的时候 舞台的时候 他 怎么说 很认真 特别认真 然后 我们讨论的时候也 我觉得这个点是OK 但是这个点是不好 这样 对 很爱舞蹈的 对 佛佛老师呢 你的那个 主理人舞台 突然发现 哇 原来是一个 国风小仙女这样子 然后那天我确实 非常的惊艳 就然后从那天开始 你记得吗 我就开始叫你小仙女 谢谢 谢谢 是我说 对 对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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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 接下来是 Tan老师 微博网友对Tan老师的 初印象是 爱笑 干净 全能Ace 现在的印象是 中文很可爱 英语说得好 好 腼腆 张哥老师对他的 呃 我以前 节舞的舞者的时候 我和他一起合作的 有这样的作品 然后呢 我 知道了这个 一人的 很冷静的 这个演唱会的 准备啊什么的 而且舞蹈的 DJ也太厉害了 所以呢 我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啊终于可以见面 这样的感觉 然后现在是 可爱的感觉的 哥哥吧 对吗 对 谢谢 很温柔的哥哥 脸红了 脸红了 好 那剩下 赞多老师 好 好 微博网友对赞多老师的 出印象是 很有意思 哈哈 是Tan Go说的吗 是吗 拽歌 小裤包 现在的印象是 工作狂 内卷王 艺术家 好有梗 天老师呢 对他的 对 山多老师的 OK 第一个印象是 我本来知道 山多是 是专业的舞 舞蛇嘛 是HOW 所以我也看过 所以本来我觉得是哥哥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哥哥 我是哥哥的 对 但是直到山多之后呢 我觉得他是 很热心的 是 他有很多 东西想做的 然后会有很多idea 所以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有时间的话 一起 变舞 然后跳舞吧 Hot working Hot worker Hot worker 是的 谢谢 小佳老师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他非常的感性 是我们这节目里面 既飞飞老师 就是最爱哭的一位主力人 谢谢 很开心的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银子 谢谢 银子 不过 银子 银子 银子